哈囉大家好 我是肉肉 今天要來分享一個防退跟5片 瑪莉歐3D世界還有會退坑的嗎 沒錯 我覺得多多少少還是有一點機會的 因為當初我就是差一點就要退坑了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在操作上覺得很不習慣 然後死亡這件事情的發生率實在是太高了 一度死到懷疑人生啊 覺得雖然是瑪莉歐 可是怎麼好像也有一點困難啊 瑪莉歐系列的遊戲向來都是開始 就讓你可以直接遊玩 不會有太多的文字說明 但是這個其實還是有不少實用的小技巧 讓我們馬上開始進行分享吧 影片開始之前記得按下訂閱分享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所有有趣的資訊喔 第一個 首先按住X或是Y加上方向鍵 走幾步之後腳的部分開始冒火之後就會開始衝刺啦 這個衝刺的部分相信大家開跑之後就會覺得 好像沒有那麼好控制喔 但其實主要是因為香菇頭的控制 大家可以盡量控制在精準的上下左右啊 它其實就不太會往斜角的方向亂衝了 可以先在一個空地練習一下四腳跑啊 那等你習慣之後就比較不會因為衝刺跑啊 然後甩出去了 相信大家遇到不少中間有空格的路段啊 這些地方可以直接利用衝刺衝過去而不會掉下去喔 再來是側空範的部分喔 只要反方向移動再按下B或是A就會進行側空範 這個部分在懸崖熱馬啊 或是遇到敵人想要緊急剎車的時候非常的好用 第二 臀部撞地及跳遠 臀部撞地的功能呢 除了可以敲鑽頭攻擊敵人之外啊 還可以敲出隱藏鑽以及跳躍更高的立即跳 跳躍更高的方法呢 就是在空中按下ZL或是ZR 屁股著地之後馬上按B或是A 它就會立即跳起來 這個功能在比較沒有衝刺環境下的跳躍很好用喔 同時也可以拿到一些比較高的物品 然後呢旋轉香菇頭身體也會跟著旋轉嘛 跳躍的高度呢跟立即跳是一樣的 再來是跳遠的部分 這個技巧其實真的是非常的實用啊 在後期不早的地方幾乎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讓你大衝刺的喔 但是又需要橫跳跳比較遠 這個時候就可以利用這個技巧啦 首先就是方向鍵移動的情況下啊 按下ZL或是B或是A就會進行長距離的跳躍 這個應該可以解決不少因為跳不遠而摔死的問題 3 龜殼 棒球 炸彈等手持物品 這一代的手持物品比較不一樣喔 以前是按著奔跑鍵放開它就會丟出去 但是這次靠近這些可以拿的物品 按下X或是Y它就會拿起來 然後你再按一次X或是Y就可以丟出去 那龜殼這個物品呢有多一個功能喔 就是你在拿著龜殼的時候啊 按下ZL或是ZR它就會躲進龜殼攻擊 如果想要離開龜殼呢 你就再按一次ZL或是ZR它就會跳出來了 不過把龜殼踩出來想要拿龜殼的時候 通常會先沒拿到然後就踢出去 這裡蠻建議大家可以先按住X或是Y 然後走向龜殼它就會直接拿起來了 第四個 翻滾及空中飛撲 在地上的時候按ZL或是ZR加Y或是RX的時候啊 會進行翻滾的動作 除了貓咪裝以外啊 這個翻滾其實是不能攻擊敵人的 非常重要大家要記得喔 因為我自己都以為可以攻擊敵人 然後又不小心丟了道具喔 但是這個翻滾可以打破木箱啊地面的磚頭 再來就是空中飛撲 這個技能我覺得後面真的是蠻好用的喔 有的時候跳起來發現距離不夠遠的時候 就可以按下ZL或是ZR加X或是Y 就會進行多一段的飛撲喔 另外一個就是有時候踢墻出去 不小心踢到墻出去 然後彈太遠回不來摔死啊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用飛撲拉回來撿回一條命 第五個 視角調整 相信大家一定多多少少都有遇到啊 因為視角差異然後沒有算好摔死 跳不夠遠啊 撞不到磚頭等等的狀況 這個時候就可以利用右邊的香菇頭 上下左右來調整自己最舒適的視野 我光是這個功能啊 就覺得瑪莉歐好像其實也沒有這麼困難 第六個 各個角色的能力 這次參戰的角色啊有好幾位喔 這邊快速跟大家講解一下每個角色的功能差異 瑪莉歐呢是最平衡的 那路易吉跳得最高 但是移動速度有一點快 有一點滑 那碧姬公主在跳起來之後 可以稍微的短時間滯空 有一點像是葉子裝的那種感覺喔 那奇諾比奧的移動速度是最快的 但是跳躍率是最低的 那你在第一次全部都破關之後呢 會新增一個角色 羅傑塔 它的移動速度也是有一點慢 但是它有旋轉攻擊 我覺得這個其實倒是蠻好用的 第七個 觸控功能 這個一開始如果是用手把玩的朋友應該都會知道 系統教學按下R就會出現一個手套 然後你再按下R它就會有一些觸發的功能啊 那這個不是只有在遊戲內觸發機關啊 你同時也可以吃到金幣啊 像是一些星星金幣啊就可以不用跑去吃了 不過我這邊要分享一個我當初自己完全不知道的 就是如果你是用掌機模式玩的話 你會發現怎麼按R手套都不會出現 我那個時候還想說我是不是手把壞啦 結果不是耶 它是要你直接用手點那個掌機上面的螢幕 這個功能確實是蠻互動 不過我好像沒有看到什麼提示 害我一直以為手把壞掉了 但是掌機模式啊 就可以先把這個角色晾在一邊 直接用手點啊 把敵人啊 控制住啊 或是把烏龜踢出來這樣子 甚至可以把磚頭全部都敲開 這個功能其實真的蠻好用的 好的 以上幾點是我們自己遊玩的時候發現 如果有學會這幾招啊 體驗瑪莉歐3D世界 應該會好玩蠻多的啦 真的只能說瑪莉歐啊 種種的小技巧 在各個關卡都可以活用 希望曾經失落想退更的朋友們 或是剛入手遇到狀況的萌新們 這個影片可以幫助到你啊 我也正在收集全部的東西 想要挑戰冠軍之路啊 這個影片之後在分享上來給大家 如果資訊有誤的地方 還請大家留言幫我們補中 如果大家覺得我們的影片不錯 記得給我們一個讚 並且留言分享你的心得及建議 讓我們知道 如果你是繞粉 拜託拜託 現在先幫我按一個讚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